《投文字D》 近月望著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和放假的周杰倫 這日就在社交平台鋪了 電影《投文字D》的取景聖地 秋明山和藤原豆腐店的照片 豆腐店門外還有一部貼有店名的AE86 周杰倫就簡單留言說 這部是自己十四年前的第一部電影 看來周董都非常懷念這部電影 不過網民看到之後 最關心的都是說好的《投文字D》下集 何時才會正式開拍